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小文好 我的名字叫樓彥亭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The Influence Context for Titans and Semantic Transparency for CLS Learners and on Understanding for Chinese Characters Videos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for Chinese Characters,我們基本上是成語 就是我們可以叫它成語 那成語是什麼呢? 成語基本上就是四字詞具有特定意義 然後大多數有典故來源的 那我們使用成語的時候呢 通常會讓這個文章看起來更精緻、更細緻 然後甚至是四個字 四個詞 四個字就可以讓這整個文表達整個文章的意思 所以四字詞在成語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寫文章當中 但是成語一直是漢語學習者的難點 那這個難點可能是因為成語它具有語意不透明性 那接下來什麼是語意不透明性 語意不透明性 語意不透明性基本上就是 嗯,如果一個 如果一個那個讀者他在看到這個詞的時候 他怎麼去理解這個詞的真正意義 或者是它的表面意義 基本上一個具有高透明度的 具有高透明度的成語 等於是你看到的這個字 你看到這個成語這四個字的意義 你就知道了它這個詞是什麼意義 那低透明度的成語呢 你看到這個詞 你看到它你可能懂它每一個字 但是你並不了解它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比方說在高透明度的成語的部分 最常見的我們可以說大失所望 大家覺得大失所望是什麼意思 失望 非常好 沒錯,大失所望就是失望的意思 你之前知道大失所望嗎 不是,我已經知道 很好,你看這都是高透明度的成語 你只要看到了這個詞 你可能會說你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 那低透明度的成語呢 比如說你看到的這個成語 你並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像是這個行將就木 同學你知道行將就木是什麼意思嗎 好,行將就木的意思就是指這個人快要死了 所以你知道行,可能知道將,你知道就 你知道木的意思 但你並不知道行將就木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一透明度的成語 你知道它的這個字的字意 但是你並不知道它這整個成語的意思 所以因為 探語的成語有這個特性 所以它造成了學習的非常大的困難 尤其是在低透明度的成語的部分 但是我們通常在使用成語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單獨使用 我們可能會使用在文章裡面 甚至在說話的時候 所以成語是一個不會單獨存在的東西 那如果成語不會單獨存在 的話成語一定有語境 所以學生他們可以從語境當中得到什麼幫助呢 還有,會不會因為語境的不同而理解成語 而影響到成語的理解呢 會不會因為我們提供給它的線索太少了 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理解 甚至是我們提供的線索給太多了 也有可能造成他們理解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這個實驗或是這個研究想要探討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研究想要探討的是 在語境當中的低透明度的成語 或者是高透明度的成語 它會不會影響到這個語境 所以我們的實驗設計是2x2的實驗設計 分別是成語的透明度跟 語意的解密度 這個研究它是一個實驗性的研究 它是做一個實驗的 所以我們在選擇材料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看 那材料是從台灣的教育部成語字典先搜出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過濾掉一些不常見的字 因為很多成語裡面其實是有一些不常見的字的 過濾掉這些不常見的字之後呢 再請五位的中文母語者用量表去排列出他們所認為的 低透明度的成語或者是高透明度的成語 最後才篩選出來12個高透明度的成語跟12個低透明度的成語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成語的透明度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成語的語境 語境呢高緊密度的語境可能是有1到2個關鍵詞 那我們所有的語境句都是放在第一句 成語句是放在第二句 所以他們會看到兩個句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例子 以剛才的行將就目為例 高緊密度語境它這邊有一個提示詞 所以這個老人雖然快死了 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要行將就目 第一緊密度的語境呢 是這個人雖然100歲了 但他一點也不覺得自己要行將就目 那我們的實驗設計是這個樣子的 首先首先會在電腦中看到一個畫面 一個加號 然後當他看完了之後他就在Enter Enter之後會出現第一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是語境句 在然後他們覺得自己讀懂了這個句子之後呢 他們再按一次Enter 就會看到第二個句子 第二個句子是有成語的句子 然後他們覺得自己懂了再按一次Enter 就是接下來就會出現一個畫面 要他們去選擇成語的意思 一共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選項一是成語的意思 第二個選項是就成語的字面意思來翻譯 然後第三、四個選項是其他的 跟成語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意思 然後他們選在Enter 所以就會走到原來的畫面 就是去補下一個句子 所有的參與者他們都會看到 二十四個潮雨他們都會看到 但是是在不同的語間上 那他們看到的句子是隨即排列的 那我們分析的部分呢 是分析他們的 看下一頁的按的那個速度 所以還有他們的正確率跟他們的閱讀時間 那閱讀時間 那閱讀時間他們是維持 控制在毫秒之間的 那我們使用的分析方法是LMM 接下來是他們參與者的部分 參與者的部分是有十七位在中級程度以上的漢語學習者 那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五歲 總共有八位男性、九位女性 那他們平均學習中文的時間是四點三年 那我們在開始這個實驗之前 是已經先確定了這些參與的參與者 他們可以看得懂所有成語裡面的字跟詞 然後甚至連語經訊跟實驗區的句子 他們都看得懂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實驗結果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表格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 不管是在哪一種的語經情況下 都透明度的成語 它的正確率都是最高的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的看實驗分析 我們的確可以發現透明度是透明度是顯著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確認透明度會影響到正確率 但是語經並不會影響正確率 因為這邊語經並沒有出現顯著效果 接下來是閱讀時間 在閱讀時間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透明度跟語經是 並沒有出現顯著效果的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看單純的平均數的話 我們會發現 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 高透明、高緊密度的語經 它的閱讀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不好意思這裡寫出 所以這裡應該是 longer 高緊密度的時間 它閱讀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那我們可能可以推測是 給予資訊的時候 讀者底下是想要透過資訊去理解這些句子 再來是選擇的時間 選擇的時間我們可以發現 透明度是有顯著效果的 也就是說 語意透明度可能是造成成語理解的顯著主要效果 那語經是並沒有效果出現的 所以說我們這裡的結論有三個 第一個結論呢 就是高透明度的成語 它的正確率是比較高的 低透明度的成語 它的正確率是比較低的 第二個結論呢 我們可以說高緊密度的語境和低緊密度的語境 其實是並沒有差別的 那我們只能說高緊密度的語境的時間是比較長 那可能學生的確是從語境距離當中去試著 從這些資訊當中去理解 然後第三個呢 是比較可惜的是 並沒有發現語境跟成語的交互左右 跟我們原本的預期結果是一樣的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教學的 所以關於教學的部分有幾個建議 就是根據目前的結果 第一個結果呢 第一個建議是說 希望在成語教學的時候 是把成語視為一個詞 而不要單獨解釋它各個意思 如果想要解釋它每一個意思的話 每一個字的字意的意思 那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學生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先理解字的意思之後 再去理解成語的意思 那第二個 最後一個建議是 現在坊間有很多甚至是專業的成語教材 他們會覺得 我告訴你這個成語的故事 你就可以理解這個成語 比方說像是很多成語教材裡面有草船借鑑 卑躬水飲的成語故事 他們認為在這個部分 只要告訴成語 學生這個成語故事可以幫助他們理解 但其實並不一定 因為這些故事裡面它有更多的資訊 像是它的歷史 它的人名 這反而會讓學生在理解的時候有更多的困難 我們只能說告訴他這個成語故事可以提高學生學成語 或者是學漢語的興趣 但並不能說我們告訴他這個故事呢 是可以讓他知道更多 甚至是使用這個成語的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哪有什麼問題呢 謝謝你的報告 您的報告 對 這是你們採討的 演繹司機是非常的關鍵 謝謝 謝謝 我想問一下文宥豪的教材 線上的授擺很重要 你說關於成語的嗎 關於成語的 中國的部分我還不太清楚 但是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草惠會他的網站上面有 一系列的成語教材 然後他是36系 那那個是要給比較高程度的學生去用的 那現在目前的成語教材 都沒有給程度比較 就是初級學習者的成語教材 因為一般來說是不太適合的 大科或是在中途上 那有其他人 你講比較多是 他們提到這個 對 對 這是一個比較好玩的一點 就是目前大家想說的成語教材 都是 嗯 想太難看了 有我想到一本 嗯 那一本叫做成語好好玩 然後是 羊 我要再去查看羊 因為羊老師寫的 對 那一本教材還蠻好去用的 我得給你們看 謝謝 好 沒事 還有 沒事吧 好 是不是 很感謝 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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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